大家好 脸上有斑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让我们脸上的斑干干净净 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招 让我们脸上的斑从此无影无踪干干净净 那有的人就说了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大家先点赞收藏 听我和你说 很多人因为脸上有斑很自卑 而且用了很多的偏方 如果你相信了 那么你就上当了 咱们不要相信伪科学 它不仅搞不掉你脸上的斑点 反而会让你的皮肤搞得更烂 我们首先要了解 你脸上为什么有斑 为什么会长斑 首先有三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就是遗传 如果父母有的话 自己也可能会有 第二个就是紫外线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黑色素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我已经分享过很多人了 他们谁用谁说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反弹 如果这个视频你还没有点赞收藏 请你一定要点赞收藏一下 因为可能一会儿 这个视频你就刷不到了 不管你今年的年龄 是30岁 40岁 50岁 还是60岁 你脸上长了大面积的老年斑 雀斑 或者是晒斑 那么这一招一定要学会 一天几毛钱就搞定了 那么有的家人说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听好了 我只说一遍 首先咱们要把面部清洗干净 不管用肥皂还是洗面奶都可以 清洗干净之后 咱们需要一辆东西 大家可以去超市或者是药店都有 它的名字叫做维生素B3 也叫做烟纤胺精华露 500毫升 1000毫升的都有一大瓶 那么我平时都是用这一款烟纤胺精华露 非常非常的便宜 几十块钱 如果大家不方便出门购买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橱窗里看一下 这个维生素B3精华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它在美容院里面是专门给那些小妇婆做美白淡斑的 专门清理皮肤色素垃圾的 那么怎么用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每天咱们清洗干净皮肤以后 每天早上和晚上把它涂抹在脸上 脸上有斑的区域咱们可以多抹一点 然后抹完之后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咱们用一个这样的热敷面罩 把这个热敷面罩放到盆里 然后倒上热水把它泡一下 泡好之后拿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脸上 咱们给面部做一个热敷 让这些精华充分的滋润到咱们的皮肤里 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热敷面罩的话 咱们也可以用热毛巾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用一个这样的热敷面罩 它不仅可以热敷也可以冰敷 非常便宜十几块钱 好东西给大家一圈三连圈出来 这个方法能让你脸上的黄气一闪而光 关键是它还不反弹 因为它和你皮肤中的维生素B3是一样的 完全融合的 主要的是非常的便宜 用在你的脸上每天不到三四毛钱 所以说如果你能坚持一段时间 你看看你脸上的斑也没有了 你脸上的皮肤是光滑透嫩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大家不仅要点赞收藏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转发给身边有伴的人 你的家人亲人 咱们转发出去 转发出去大家都学会了 咱们也是做了一件善事 视频的最后也希望家人们能够走进我的评论区来谈一谈 看看您的脸上有没有斑 另外也谈一谈 您平时是用什么方法来去除斑的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巨大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